大家好,我是空菜 我現在在石家莊的新華路這塊 然後在我旁邊是清真市街 我現在要到裡面去找一家 很有名的鋼爐燒餅 應該是這家好像沒有開門 燒餅要幾點才出爐啊? 五點啊? 有點尷尬啦 其實這條街上有很多賣鋼爐燒餅 而且名字都是一樣的 但那都不是我要找的 我要找的這家他午休了 現在才剛剛開始做餅 現在不到四點要五點才能出爐啊 沒辦法,只好在這等著啦 好,好,好,好 不用四個? 行 我這兩個 我這幾個? 我是兩個 我是六個 我這三個 謝謝啊 謝謝啊 好,謝謝 謝謝 這這二二三個 你這三個就已經炒了三個 你這三個就炒了三個 剛剛出爐的鋼爐燒餅啊 拿在手裡還燙手呢 來試一下啊 先拿一口啊 裡面好多層啊 表皮的芝麻非常的香 非常香,然後有一點脆啊 烤的兩面金黃啊 鋼爐燒餅鋼爐燒餅 就是 然後它裡面 我看用的是炭火的 剛好在那等嘛 所以我就在那看它怎麼做的 這個麵皮它就是疊來疊去 壓了好幾遍 然後 最後撒上 抹上一點水 然後 撒上一點芝麻 然後那個爐火的話 就是它要一直控制那個溫度 它會撒那個石子 欸,是石子還是沙子下去控制那個溫度 要一直看啊 才能烤出這個兩面金黃的 鋼爐燒餅 其實很簡單 有一點點鹹口 但就是吃了這個本身這個麵香 然後加上一個芝麻的香味 我剛在那買完我是排第一個的 然後已經開始排隊了 排了十號幾個 然後一鍋的話 我看它那一鍋的話 大概有一爐的話 大概有 五六十個或者七八十個吧 很多人一買就十個八個的這樣啊 我買了兩個 確實很香啊 這條街裡面有好多家 就是鋼爐燒餅 而且都寫的白季 然後我買的這家是最早的 開了四十年了 非常簡陋啊 可以說是非常簡陋的一個小店 你要說小店或者小攤嘛 反正就是 完全非常簡陋的一個 然後這燒餅 吃起來非常的香啊 他們家的話就是做了四十年了 就只有這種鮮口的 就只有這種燒餅 做了四十年 不得了啊 做餅的大爺其實很健談啊 就是我在那等的時候 在那圍蘭娜跟他聊了一會 他們中午的話其實是賣光了 歲數有點大的嘛 然後就休息一下 等晚上再開始做 我在那等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過來問 有燒餅嗎 沒有 然後就走了 然後 第一爐剛開始出爐的時候 就開始排隊了 確實很香啊 雖然很簡單 但吃起來真的很香啊 這也是十家莊非常有特色的一個小吃啊 鋼爐燒餅 到十家莊的小班 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但是要找準了 這家剛出爐現烤了 我看其他家很多都是在那擺著 那種涼的 這種燒餅 涼的 肯定比這種熱的 口感要差很多了 不錯這家 有沒有吃過這家剛出燒餅的小夥伴 十家莊的小夥伴啊 你覺得怎麼樣 然後喜歡空菜的朋友 可以關注一下空菜朋友 大家評論轉發收藏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